12月16日17时,骑兵康宏宇正在与战友进行最后一次嫦娥5号返回期搜索任务演练 他们脚下正式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岐阿牧古廊草原 从神舟1号到神舟11号,从时间10号到嫦娥5号都选择了这片草原作为着陆场 这里也因此被誉为神舟飞船的家 此时的骑兵们距离嫦娥5号预定着陆点30公里 而第一次参与航空器搜索任务的康宏宇难言激动之情 在距离骑兵们三公里远的公路检查点 四子王岐公安局和交管局的民警们从早晨7点起就再次执行 随着夕阳落下,距离嫦娥5号着陆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们此时的关键词也是自豪 与此同时,四子王岐边防运输补给牌的民兵们也已经驾驶车辆到达指定地点 与康宏宇的骑兵牌一样,他们近期也在阿木古廊草原进行了多次演练 寒风自古的雪原上,人员,马匹,车辆都经受着严寒的考验 已经在这片茫茫雪原坚持多日的他们 不仅有着肩负任务的自豪 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对嫦娥5号成功归来的期待 咱们现在这个温度是零下25摄氏度到30度 天气异常寒冷 尤其是咱们执行任务是夜间凌晨 这个温度将更低 马区特也冷 咱们已经展开十多天的训练了 让大家把这个技能练好 就是更好的以更高的标准完成其持降任务 总之一句话 祝着咱们嫦娥5号安全顺利到达四子王岐 到达咱们阿木古轮大草原 阿木古轮大草原